穿上粉色短板T恤 女孩们一字排开 卖力热物 迎来2023年终植赛季 乐天女孩也开训 当中懒懒连续三年担任队长 今年我们乐天女孩 号称史上最豪华的阵容 她已经升到32个人 希望每一年都可以越加越多 就是超越AKB科技 还有曲艺菲菲担任新年度副队长 但懒懒说到的豪华阵容 除了一口气选进 亲民台湾新成员 这天全员齐聚外 还有新加入的洋奖 我今年23岁 我现在在韓国 干了五年的Sherita 我的魅力是 灿烂的 未想和荣誉 毕竟不久后 就要来台跟大家相见 李多慧拍影片 跟大家打招呼大秀中文 据了解未来她将台海两地飞来飞去 平均一个月来台湾一周 当周游几场比赛就会跳几场 大家也好奇学姐们 是否会因为她被感压力 我只是觉得不会 而且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 就有追踪她 你就知道她是那种啦啦队 韩国啦啦队 她是变化吧 你已经过她的地方最强的 中文比较好吧 对中文 人气超高的林香不会有压力 直言跟自己比就好 但克斯里多会来台当天不在 兰兰则说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找好麻辣锅 要带她去吃了 对因为是珍珠奶茶 也有 臭豆腐也可以 面对新朋友 当然要拿出热情好好款待 乐天女孩加入新成员 全面备战 要继续应援之外 还要夺得愁民目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TVBS国际新闻